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下中国的政治变动 这其实是今年一整年的热点,结果到现在还没太热起来 说起来,今年是中共会有大变动的一年 之所以这么讲呢,是因为今年要发生这么几件事情 首先是政治局常委里面有五个人到了退休年龄,面临着大换届 其次,秋天开过十九大以后,习近平就要进入第二个任期了 结果接班人的位置还是悬空的 在十九大上,不管指定还是不指定接班人,都是大新闻 第三,就是中共高层的主要派系势力面临着迭代 不是洗牌,不是重组,而是代际的迭换 首先像江派,上海帮,是吧 他们作为盘踞中共高层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势力,要成为历史了 政治局常委里面现在那二张一流 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再加上一个余政争,这四个人是被江泽民扶持上去的 他们现在到了退休年龄,面临着走人 在重要的地方,在上海市 上海市长杨雄也刚刚去人大财经委员会打酱油去了 接替他的是习近平在浙江的老部下应勇 习近平在2007年代理过一年的上海市委书记 应勇就是那个时候他带去上海,作为一个种子深埋下去的 后来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到市长 下一步很可能在十九大以后会接替韩正做上海市的市委书记 这样江泽民在中央和他自己的大本营上海都双双失手 江派势力从中国政坛出局就没什么悬念了 再有就是共青团出身的高官 当初被看好的那几个胡春华汪洋什么的又被边缘化了 最后是红二代 军队里面的红二代上将已经陆续退役了 像张海洋、刘源、吴胜利、刘亚洲 那么习近平不管是在军队还是在党政系统 他新提拔的这些干部都不看重家事 所以红二代控制国家的这些大门这些渠道 一个个都被关闭了 所以这些大的变动在中共内部 它不仅仅是什么政治版图重画的问题 而是全部翻新 可是与这样的重要性相比 现在的气氛却是沉闷乏味的出奇 两会开到今天大概就只有军费增长低于预期 这个事可以说一下别的毫无可关注之处 可是你要比较一下在五年之前 中共开十八大之前 那个气氛可完全不是这样的 2012年2月份王立军逃到美领馆 揭开了中共内部斗争摊牌的序幕 在三月份开两会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各种声音热闹分成 整个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了 薄熙来是率领重庆代表团参加两会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大言不惭的说 他的儿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学 用的是全额奖学军 而且他妻子谷开来 也没有利用他的职务收取什么利益 而是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为了他薄熙来的事业牺牲了 全职当家庭主妇 那我估计他这个家庭主妇的一项主要任务 就是琢磨怎么配毒药吧 结果到了两会结束当天的记者会上 温家宝就直接谈了王立军事件 然后薄熙来就被扣下了 那一段时间 官场的各种戏剧化的发展 也是接连发生 像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和汪洋的所谓广东模式 两个吵得不可开交 关于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也出奇的有悬念 各种人事版本的猜测满天飞 可是五年后的今天却是如此的沉闷乏味 还是回到咱们开头那句话 因为今年毕竟是中共会有大变动之年嘛 所以咱们还是应景聊一下这个话题 谈谈这个第十九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有哪些人 会有怎么样的人事安排 那么下一届常委人选会有哪些呢 有这么几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 没有 零 取消常委制 关于取消常委制的传闻 去年就在海外媒体上有所流传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有 因为我们从习近平搞军改 他这个力度之大 是中共建军以来从来没有的 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习近平他魄力胆量上倒是不缺 那么能不能取消常委制 就要看他的实力 能不能强到这种程度 以及他觉得有没有必要 要冒这样的风险 取消常委制的好处 当然是有利于集权 就不再有现在这种常委各管一摊的情况 第二种方案其实是 比取消常委制更进一步 就是修改党章 恢复设立党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由习总书记升级到习主席 这样他的集权才更有所谓的制度保障 因为按照1980年版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那里面专门说到过 在党委会里面 书记或者第一书记和别的党委会委员 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是平等的关系 书记只不过是负责党委会的日常工作 以及党委会开会的召集人协调人 所以习近平现在光当核心 其实从他这个地位的 所谓制度保障来讲还是不够的 他还得成为党中央主席 这样的话 他和别的委员之间 才有明显的上下之分 现在只能说 向核心看起 如果他能成为党中央主席 那么按照下级服同上级 全党服同中央这个原则 他才真正名正言顺的是万人之上 当然要废除常委制和恢复党主席 这两件事情做起来容易吗 肯定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在名分上 抛弃了中共文革以后 一条重要的共识 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 像去年搞的那个 新形式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还专门重复了 要坚持集体领导这个原则 如果上面两个方案推行起来有困难 那么就还是得在常委会的人数上做文章 在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上做文章 在中共党史上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当内部斗争比较激烈 意见分歧比较大的时候 他这个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就比较多 因为要搞平衡 当内部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 那常委的人数就比较少 所以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最多曾经搞出过11个人 就是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 最少的是五个人 就是1987年中共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 因为1987年那个时候 中共高层的意见相对比较一致 就是都有改革的意愿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政治局常委人数那肯定是得往少里整 不能往多里整 因为他要集权 那么如果我们再完全废除常委制 和保留现在的常委人数和分工 这两个选项之间取一个中 那就是把常委人数从现在的七个人缩小 缩小到五个人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项 实际的变化 我觉得完全可能比这个更大 好 那么如果在下一届五个常委里面 会有哪些人呢 肯定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 这就占掉了三个 首先说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是习近平最坚定的盟友 也许有人会质疑 就是在专制体制里面 一山不容二虎的文化之下 现在王岐山权力已经很大了 到一定时候功高震主是会发生的 那是不是习近平还容得下他呢 他们两个人会不会有一天也分道扬镳呢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 因为现在习王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敌人 这个还是占主要的 在所有关键的事情上 习近平也需要王岐山的大力支持 像反腐所谓的顶层制度设计 甚至经济决策 他都需要王岐山 所以就像俄罗斯的普京和梅德维杰夫的搭档 像长期存在一样 习王也是类似的打倒关系 现在并不是一个人登上地位 另一个人俯首称臣的情况 而是两个人互相扶持 一人为主一人为辅 这种联盟式的强人争执 那么除去这三个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 其实就剩两个了 那谁能去填补这两个政治局常委的空缺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看出特别游戏的 就是说现在的气氛比较沉闷 没有谁看得特别 看出来特别拔尖的 所以我想咱们可以先用排除法做一下 咱们先看看哪些人不太可能上 首先想靠能力和才干博上位的人 机会不大 哪怕是经济不景气 特别需要你才干的时候 也不太可能 习近平宁可自己学着干 也不会让那些政治不可靠 但是有才干的人来干 所以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一直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态 另外一个在官场里面被认为有经济才干的 是重庆市前市长黄岐帆 那么很多人认为他离开重庆市之后呢 很可能会上调中央进国务院辅佐李克强 结果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他是去了人大财经委员会打酱油去了 当了一个副主任委员 你看像黄岐帆这种官场波导翁 他看起来他和各自势力都能相处的很好 都能够逢迎讨好 其实他也得不到习近平的信任 他毕竟跟了薄熙来那么长时间 习近平对他仍然是放心不下 所以这种政治上有些问题 但是才干上很突出的 不太可能上 其次就是文宣体系 宣传体系 很可能在十九大上会从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出局 会把它降级 由常委降到普通政治局委员 在十八大上呢 这个政法委被降级了 在十九大上宣传体系被降级 我觉得可能性也比较大 那这样呢 枪杆子军队 刀把子政法委和笔杆子宣传系统三样武器 就会全部都回到习近平的手中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习近平集权的逻辑的 确实现任的这个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 他意识形态上过于亲近朝鲜了 像朝鲜牡丹风乐团来华演出 以及去年三月份 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 这些事情上都有很重的嫌疑 他故意给习近平挖过坑 所以呢 习近平趁十九大机会 把宣传体系也直接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而不是让另一个常委去分管 最符合他的利益 第三就是曾经能够聚集人气的那几位 未来政治执行机会都该不大 比如像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冲华 那么这两个人呢 早早就被认为是作为中共第六代领导人来培养的 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大忌讳 因为他们不是习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而是上一位领导人所培养的 二月份中纪委巡视组给重庆的反馈是 清除薄王余毒不利 那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关闭了孙政才入常的大门了 什么叫做薄王余毒呢 有的分析人士是认为是 孙政才对薄熙来王立军留下的人事班底 清除的不够彻底 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意思 薄王余毒 王立军是跟着吃挂闹的 主要就是薄熙来的余毒 薄熙来的余毒是什么呀 就是他想染指最高权力 有这个幻想嘛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暗示 好 那再剩下一批呢 就是最近争着拍马屁表中心的地方大员和部门领导 像那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在讲话里面说什么 习主席的指示是纵贯古今 指引方向气贯长虹 很多年都没听到这么肉麻的话了 乍一听到生理上还让人有点不适 再有就是那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亮剑论 要坚决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 所谓西方错误思想亮剑 如果这种吹牛逢迎的小人都能够被选进政治局常委会 那当然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了 假如他们都能被选进去 那就只能说明习近平的基本政治智商都有问题 那么把上面那几拨人排除之后呢 剩下的可选的人确实不多 那我觉得有两个人值得看一下 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 他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 他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十九大上再上一层楼入场 那我觉得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 还有一个人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他也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都担任过智囊 对习近平来讲呢 他的根底不如栗战书可靠 但是他仍然进入了生化改革领导小组 而且担任秘书长 所以看起来呢 他还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所以盘点一下呢 这两个人似乎机会还算比较大 所以五个常委里面是吧 除去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就剩两个位子 这俩人往里一桩也就没啥可争的了 当然以上的这些分析 都是基于现在情况的一种主观推测 今后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还是要随着事实的发展来校正 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王岐山